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習近平簽署主席令 集體經濟真的來了 首長辯論 拜登和川普對中共強硬表態 美最高法院 國會暴徒遭過度起訴 川普罪名或撤銷 川普議員 拜登再懶也不會退選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6月29日 星期六 請關注我們的副頻道 在視頻結尾處 會介紹今天副頻道的內容 請大家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讓我們的親朋好友得到最新的內幕資訊 做出正確選擇 在亂世中自保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習近平簽署主席令 集體經濟真的來了 阿波羅網記者歲月厚報導 中共政府官網6月28日發出中共黨魁習近平簽署的主席令 第26日 稱中共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 以由第14届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 第10次會議於2024年6月28日通過 限於公布 自2025年5月1日起實行 知名獨立評論人士蔡聖昆在S平臺發貼文說 好消息來得讓人猝不及防 如果下月召開的三中全會選擇加速倒車 中國政治經濟社會乃至外交面臨的各種問題 都不可能找到解決辦法 國際環境還會進一步惡化 經濟持續衰退是大概率事件 蔡聖昆還表示 轉發該主席令消息後 很多人認為不可能再搞集體經濟 沒想到習近平穩打穩扎 一步步把中國強拉回到毛澤東時代 更荒唐的早寢室晚輝報也在籌劃中 曾經熟悉的苦難歲月都會重來 條例內容涉及 一 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在鄉鎮黨委 街道黨工委和村黨組織的領導下 依法履職 二 堅持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 維護集體及其成員的合法權益 三 堅持民主管理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 依照法律法規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章程 平等享有權利 承擔義務 四 堅持二勞分配為主體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 促進農村共同富裕 飛天大學人文科學系副教授 天亮時分YouTube播主張天亮認為 習近平這麼做就是自尋死路 一 當代社會的維繫需要錢 道路橋樑機場建築數據中心等 大約是造價的十分之一 如果沒有持續投入 一切都會垮塌 二 中共維穩和軍費開支需要大量的資金 如果沒有錢 習近平維穩力量被癱瘓 就會政權不保 那時候民間抗爭將此起彼伏無法鎮壓 覺醒的人說 跟著共產黨走進活葬場 聊聊說 習的目的已很明確 金家的夏天夏是習的終極目標 重生表示 中共這是要走毛的路 老百姓吃草的時代來了 首場辯論 拜登和川普對中共強硬表態 6月27日晚 2024美國總統大選首場辯論 在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舉行 辯論中 拜登和川普都展示了對中共的強硬態度 強調中共是美國的首要威脅 川普警告拜登 中共正在扼殺我們國家 川普在回應關於中國毒品問題時批評拜登 如果你繼續允許中共對我們國家所做的一切 中共就會擁有我們 瞧 你不能讓這種事情發生 你正在摧毀我們的國家 拜登則提到 他與習近平在舊金山會談時達成協議 中共承諾打擊向美國販運芬太尼的化學企業 在貿易問題上 川普重申對所有中國進口產品徵收10%關稅 並對中國出口產品徵收60%關稅 他強調 我們與中國的貿易赤字最大 但拜登從未取消我的關稅 因為我們從中獲益很多 拜登維持了川普上調的大部分關稅 並宣布對中國電動車徵收高達100%的新關稅 經濟學家認為 增加進口稅會提高美國家庭的成本 拜登在辯論中對川普表示 10%的關稅是一般美國人每年多花2500美元 川普則認為加徵關稅不會引發通貨膨脹 而是會迫使其他國家向美國支付更多錢 減少赤字 拜登政府的加稅目標已非常高 但涉及的商品金額相對較小 分析家認為 拜登在技術限制和關鍵技術封鎖方面 對中共更為嚴厲 並在聯合西方和印太盟友圍堵中共方面更勝一籌 總體來看 分析家表示 無論誰在辯論中勝出 中共都將面臨雙數局面 這兩位候選人都將中共視為美國的戰略對手 只是策略略有不同 美最高法院國會暴徒遭過度起訴 川普罪名或撤銷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28日以6票對3票裁決 聯邦檢察官對參加2021年1月6日國會暴動暴徒 祭出妨礙公務程序罪名是過度起訴 前總統川普與大約350名參加國會暴動群眾 都遭到相同罪名起訴 沸血訴美國案判例影響重大 前任賓州警察沸血參加國會暴動而遭起訴後 對於妨礙公務程序罪名提出質疑 辯護律師指出 沸血雖然參加華府椭圓形草坪集會 但沒有參與攻佔國會大廈的首播行動 辯護律師在意見書中對法院主張 當暴徒衝進國會大廈時 沸血仍在巴里蘭州 不在華府特區 沸血是在國會休會之後才返回華府 首席大法官羅伯茲撰寫的主要意見書指出 唯有當被告行動造成具體事證受到毀損的情況下 才符合妨礙公務程序罪名定義 主要意見書提到以其他方式一詞 給了檢方過度自由 讓他們得以提出遠超過國會最初意圖範圍的指控 《紐約時報》分析 沸血訴美國案裁決出爐後 下席法院將遵召大法官對妨礙公務程序罪名的解讀 檢討國會暴動群眾起訴案 許多被告可能因此獲得撤銷起訴 自由派大法官傑克森在表決時罕見地加入多數意見 保守派大法官巴瑞特則持不同意見 沸血因為參加國會暴動而遭到六項罪名起訴 聯邦檢察官只對犯刑最嚴重的國會暴動暴徒 動用妨礙公務程序罪名遭到妨礙公務程序起訴的群眾 大多與沸血一樣 還同時面臨其他罪名起訴 美國司法部在聲明中表示 共有52名暴動群眾只因妨礙正式程序罪名被起訴及判刑 其中27人正被監禁 另約249人因妨礙正式程序 加深另一項重罪或輕罪被起訴 司法部長賈蘭德說 超過1400名因1月6日非法行徑被起訴的被告中 絕大多數將不受這項裁定影響 川普被聯邦檢察官史密斯起訴的妨礙公務程序罪名 是否會因為沸血訴美國案判例而撤銷 仍有待觀察 川普預言拜登再烂也不會退選 拜登27日在首次電視辯論會上表現失利 不僅引發對手陣營攻擊 就連民主黨內部也出現質疑聲浪 認為拜登難以代表黨內出馬總統大選 對此 川普諷刺道 即使拜登此次辯論表現不佳 民主黨也不會換人參選 因為拜登也就是所有民主黨人中民調表現最佳的 根據CBS News報導 總統拜登與前總統川普27日舉行首次電視辯論 然而拜登的表現連黨內都搖頭 川普在維吉尼亞州造勢活動中直言 很多人認為在經過昨晚的辯論後 拜登就會退出總統大選 然而事實是 我真的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因為他在民調中的表現已經比任何民主黨人都還要好 川普還很酸副總統賀錦麗稱 拜登任命他為副總統 可能是他做出的最好決定 因為沒有人想要他 但我希望 我很高興 最新副頻道內容是 阿波羅網報導 習家軍反叛迅速出現 不亞於林彪事件衝擊毛澤東 綜合報導 扯 菲律賓籍女市長竟與疑似共諜指紋一模一樣 結果 徹底鎖死一扇門 切斷中共國與世界聯繫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阿波羅網副頻道 您在我們的頻道首頁向下拉有副頻道的圖標 點擊就可以進入副頻道 在每個視頻描述下 也有副頻道訂閱和贊助鏈接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您的每一份支持和鼓勵都溫暖並激勵著我們 請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也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 請大家多多多多瓣 請大家多多多瓣 支持那我們 空上兩個字连 請教師 請教師 諮詞 請教師